健康同學會 同學會健康 歡迎參加五期健康同學會 安德我們今天要談一個 比較罕見的疾病 對 這個疾病在我研讀資料之前 我真的都沒有聽過 對 這名稱叫什麼 你記得嗎 記得嗎 我看一下 對 你還要看一下 法部瑞士症 因為他比較罕見 各位觀眾朋友是不是 今天第一次聽到 而且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小朋友他末梢的神經 常常會喊疼痛的話 你就不能忽視 對 搞不好就是這個疾病 對 我們今天也有病友 來現身說法 還要邀請到遺傳界權威的醫生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好 那節目一開始 還是潘老師的保健室電子報 對 我們年紀大的人 有的時候當有需要手術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去評估說 這個手術到底對他是有正面的幫助 還是負面的幫助 因為有時候一個年紀大的人動了手術之後 反而身體會更加的虛弱 那這時候其實我們目前來講 在醫院裡面就有一套評估的方式 是由麻醉科醫師來評估的 那但是現在目前用這個 這一套麻醉科醫師的評估的 這個這個正確的比例 大概就差不多在六十Percent左右 六十到六十出頭的時候 那所以因此美國外科醫學會 就希望說我們是不是能夠用一個 更簡單的 更明確的一個評估指數 來評估這個老年人 到底應該動這個手術 如果能夠提高我們的這個準確率的話 那麼對於醫生在判斷 是否要進行手術就可以幫助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美國 這麼有名的這個學校 叫John Hopkins 約翰霍普金氏大學 大家都知道是首屈一指的大學 那麼他的一個這個叫做麥卡利博士 他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在這個美國外科醫學會的官方雜誌 這是相當權威的 那麼他就說他公佈了一個 這個研究了非常多年的一個叫做 虛弱指數 那這個虛弱指數 虛弱指數總共包含五項 第一項就是你自己也可以做評估 就是說你要在動手術之前 反算一年內 你有沒有非刻意的減重呢 然後沒有刻意減重 結果你的體重減輕了 四點五公斤以上 你沒有做任何減重動作 在一年內你少了四點五公斤 如果你有就得一分 沒有 就是零分 就是零分 那第二個就是手握力 手握力 你的手握力 男性這個手握力要強過二十九公斤 女性的手握力要強過十七點三公斤 所以如果你不達到這個手握力的話 你就得一分 又表示說你太虛弱了 這個握力變低了 另外就是疲勞的情況 那這個疲勞的情況 當然今天我們沒有空講 他是要按照這個流行病學研究中心 裡面的憂鬱指數 總共有十項去做評估 當然這是非常精準的 因為他有十項做評估 如果評估出來你七天內 超過一天有疲勞的話 你就得一分 你就表示說正常人 像這個我們安德 他每天都精力旺盛 所以因此他這個就是零分 但是如果年紀大了以後 他七天有一天覺得很疲勞的話 他就得到一分 那麼另外兩個就是活動量 假設男性一天的活動量 他每週如果少於三百八三大卡 這是很少的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大概一個正常人散佈半小時 就會消耗一百五十大卡 所以如果說你一個禮拜 達不到三百多大卡 就是你連散佈兩次都做不到 你想想看他一個禮拜 連散佈兩次都達不到 那都很虛弱了 那或者女性 一週少於兩百七十大卡 所以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你就得一分 那麼還有走路的速度 也要算進去 如果你的身高 這個是小於一百七十三公分 男性 那他的走路 每一步的秒數 要在七秒以下 如果你大於七秒的話 就得一分 所以就是說你想想看 你這個身體太虛弱 是不是就越走越慢 還有人家福啊 這就可以去判斷你的 所以這五項如果全得分 就是五分 如果全部得分就是零分 因此這虛弱指示就出來 你看大家都會算對不對 以後你都可以評估 你要不要做手術了 當然這還要包含麻醉科醫師 要來評估心臟方面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是正常的話 是零到一分 零到一分 如果說是中度虛弱是兩到三分 重度虛弱是四到五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馬上就很準確的告訴你 如果說你發生術後併發症 就是說你手術是做完了 結果併發了很多別的問題 比如說感染等等的 那這個地方中度虛弱的 比不虛弱的人多了二點多倍 那麼重度虛弱的人 比這個不虛弱的人多了 將近二點五倍 就快要到三倍了 另外住院時間都會拉長 你中度虛弱的人 比不虛弱的人 住院的時間要多一點五倍 就人家要住十天 你要住十五天 那麼重度虛弱的人要多了 多了一點六九倍 人家住十天 你要住大概十七天 更長 更重要的是出院後的處置 就出院以後 你要不要進入安養中心去安養 也就是說你一點回家都去不了了 都只能去安養中心的話 你這差距更大 中度虛弱的人 比這個不虛弱的人多了多少 多了三點一六倍 就是去安養中心的人多了三點一六倍 那重度虛弱的人 多了二十倍 多了二十倍 所以在這個地方 他最後做出了這個指標 大家就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本來醫院裡面 就有幾種指標 像ASA score Leat score跟Eagle score 這個東西我今天沒空講 但是醫生看了都知道 這幾個score去評估的時候 單獨評估的時候 準確率都差不多在六成多 接近七成 可是如果加入了現在 這一個五項的虛弱指標 一起評估的時候 他的準確率可以達到八成以上 所以因此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醫學的嘗試 我提供給大家 就是以後在做這個手術之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評估數字加進去 我們想辦法把這五項指標 放在這個Facebook上面 讓大家參考 這樣就很清楚 要不要動手術 對對對 尤其是中老年人 這只是只要大家給 潘老師五分鐘 老師就給大家全世界 最新的醫藥資訊 醫療資訊 對 真的是很棒 好 我們剛剛講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一個 罕見的一個病症 對對對 好 我們趕快來歡迎 我們今天主題的其他來賓 那麼健康教育第33章 33章的老師 目前是臺北榮總遺傳諮詢 中心主任 牛道明主任 主任好 所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麼還有一位 是我們今天的同學 是四年級生 那麼他目前是臺灣法部 瑞士病友協會的理事長 那其他本身也是病友 歡迎寧美希老師 老師好 所有觀眾大家好 對 其實老師本身 他還在教書 所以我們就承訪老師 好 另外是我們今天的 五年五班收藥 收藥好 大家好 大家健康 收藥你有聽過這個病的名字嗎 你有聽過 而且不但聽過 是我們的同業的太太 去做的篩檢 真的啊 對 然後呢 這待會 我就順便 順便就問這個問題好了 因為他去做 總共前後做了三次 但是第一次 第二次都叫做 宜為陽性 很奇怪 然後到第三次的時候 說沒有 所以他現在不曉得 應該相信哪一次 然後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是就是陽性 就是陽性 不是就不是 為什麼前面兩次都是 宜為陽性 這個宜喔 好 那他就心裡面 有好多的疑問喔 對 下醫生可以一幫您解答 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 我們這個小單元 同學怎麼了 林老師 你的這個發病的情況 是怎麼樣 是最近發病的 還是 小時候就 童年就有關了 好 那如果說是 我知道我的這個病 那才是近兩年的事情 這樣子 那就是當我知道了 這個病以後 我回想起來 那一些病症 那是我 我就記得我小學 五六年級的時候 就是可能十一二十歲吧 那個時候我經常的四肢疼痛 特別是雙腳 雙腳 怎麼個疼痛法 是怎麼樣痛 被針刺的 還有就是燒焯感 腳趾頭啊 腳趾頭 有的時候痛的 就沒有辦法走落 非常的痛 然後特別是在太陽下面 在太陽下面行走 那痛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很多時候回到家裡 我媽媽 我就躺在床上 痛很痛嘛 媽媽她就用 就是用她的雙手 用她全 等於是用她的力量 壓住我的腳 就是好像用一個壓力 讓我的那個疼痛減輕 這樣子喔 那她也不能一直這樣壓著我 後來她也給我做了一個沙袋 沙包喔 就當我疼的時候 就壓在我的腳上 那有的時候呢 我也很想就是 好像把腳放在水裡面 冰水裡面 冷水裡面 好像讓她精涼一下 她是偶爾會發是不是 經常耶 經常 經常 那當然是說走在太陽下 會比較多 那有我穿球鞋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 穿運動鞋的時候 也會 那你都沒辦法走路了嘛 就不能上體育科 還是越走越痛 還是會 還是要日常的生活 都還是 一般都是進行 那當然就是說 你戴著疼痛 戴著疼痛 當然就是一個比較 不理想的一個狀況 不過我小時候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想說耐力是 就是忍受 忍耐 對不對 因為有去看醫生嗎 那小時候 那時候沒有看醫生 沒看醫生 就是 就是 我想那個時候 這些純藥嗎 都沒有 亂服藥嗎 還是 我想我們那個年代 你看 你們剛剛說我四年級生 那那個年代 醫療也沒有說 那麼樣的 那麼樣的發達 我們也不會說 隨便去做個健康檢查 這些的 那是我們就是 我是住在眷村 我們家隔壁 有個張伯伯 他是軍中的醫療方面的 醫官這一類的 那張媽媽 他是一個護士 所以他們看我這個現象 他們就跟爸爸媽媽說 這個是缺乏了維生素B群 維他命B1 或是B群 所以那個時候 家裡就給我買 爸爸就買了那個 就是那種一罐一罐的 維他命B 就是一天打一針 那那時候應該很貴了 我現在不記得了 不記得那個藥 應該是吧 那後來到青少年時期 青少女時期 長大了 這些都還有在發作嗎 那這個疼痛的現象 我上大學 因為上大學離家 是一個記憶裡面 滿清楚的 我就覺得好像 那個時候 這個記憶就 這個疼痛的 這個腳痛的這件事情 就好像比較緩解了 那以後就是 每次我發燒的時候 感冒發燒的時候 還是會痛 痛得滿厲害的 那後來就是變成了 成年以後啦 他就變成了心臟方面 好像三十歲以後 你心臟就出了一些問題 變成心臟的毛病 對 心臟的問題 不過我想 三十歲還挺輕耶 對 我想這個心臟的問題 可能小時候也有吧 只是說沒有去 那時候還沒有想到 應該沒有想到心臟 對 絕對不會 對 當然不會 那現在我想起來 就是也是 我想為什麼 會有心臟的狀況呢 就是說我不能蹲 我從小 我蹲下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 沒辦法呼吸 不能蹲 那很可能就是心肌肥厚 好 我知道 像雲老師體育成績 一定很差 是的 真的不太能蹲 然後太陽一照 腳又會痛什麼 體育成績 對 我的一個也是一個就覺得好像自己不太 自己體力不好 對對對 自己體力不好 老師會不會覺得 你是故意這個 不想上體育課 對 會不會被老師認為說 每次體育課 你都有問題 我還沒有這麼 就是說 因為我剛剛說了 我是蠻能忍耐的 是說是 我很少去跟老師說 那當然有的時候 就是會選擇一些自己 比較容易做的 或者是說 在那個體育課的時候 平常很多都是輪流 一些什麼的 那我有的時候 我說很多時候 我是站在一邊 當然也有疼痛到 不能忍受的時候 也跟老師講 那為什麼會在三年前才發現 那如果你是四年級生的話 三年前醫學應該 就十年前醫學應該也比較發達 為什麼三年前才發現 為什麼三年前才知道 三年前那個 好像也是二三月的時候 牛醫師有在報紙上 有一篇這樣的報導 有一篇這樣的報導 那我們家的人就是去 就是有看同樣的一個心臟科醫生 他就是鼓勵我們去 是不是去牛醫師那邊做個篩檢 篩檢 因為這個都是 有一點是家族性的 所以就去 就到了那個 結果 就是 結果發覺冰狗了 真的是 對 所以那個時候才知道 開始對症下藥 對 對 好 我們現在對於這個 尹老師的這個 法部瑞士症 經歷 就等於說這個得病的經歷 大致上了解了 對不對 但是有好多好多 key point 我們等一下慢慢來講 我們現在簡單的介紹一下 什麼叫法部瑞士症 大概有一點出錢的觀念 對 了解一下 好 我們看他其實 我們剛剛講的是一種 罕見的遺傳性的疾病 他主要是你製造 酵素的基因出現問題 就是有缺陷了 對 造成你在脂質沒有辦法代謝 而堆積在全身許多細胞裡面的 融小體當中 所以會導致像腎臟 心臟 腦血管等 併發症 對 那這是一種負責製造 alpha半乳糖肝酵素的基因 出現缺陷 剛剛講嘛 就是一個 它的酵素缺陷 對 這alpha半乳糖 這很專業 大家有請教醫師 目前已經超過 有三百種以上的基因 這個缺陷被發現到 好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張 那你其實要注意到 就是我們在技術部認殺 其實在台灣的發生率 是全球最高的 對 心臟性的法部瑞士 但是我們如果重點看是 台灣的發生率是最高的 而且注意一下 四五十歲早期不明的原因 像心臟肥大 有十分之一 可能都帶有罕見疾病 就是法部瑞士症 這個基因的問題 我們一般都只知道說 我們四五十歲 心臟肥大什麼的 然後背後的原因 可能是我們的基因的缺陷 對 這個是有可能的 那當然心臟肥大 現在知道有很多種基因 但是對我們台灣來講 我們說要特別小心 就是法部瑞士症 這個基因 占了相當重要的部分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我們台灣還特別高 台灣的話是因為 我這邊可能這樣圖 就台灣的這個基因 因為正好有一個 好發的基因突變點 好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是個基因的圖 對 那這邊有個基圖A的 就是說 這邊有個基圖A的一個 一個基因突變點 對 這個在台灣的發生率非常高 其實在我們男生大概 大概是每一千六百個 就是一個 那在女生其實每八百個 就是一個 那這個其實不是說 只有男生會發病 其實女生也有可能會發病 那所以說 在這種情況下 就變成說 大家要非常的小心 就是說只要有心臟肥大的人 如果你不知道原因 最好去篩檢一下 說不定是有這個 這個疾病在 好 那這個法部瑞士症 是不是只會表現在 心臟的這個器官 這樣看起來不是 對 真的 那我們先進入廣告好不好 對 廣告回來之後 再為大家揭曉 這個法部瑞士症的秘密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好 看來這個法部瑞士症 它應該是罕見的 遺傳性的疾病 對不對 我們剛才在廣告的時候 有問這個尹老師 對 就說如果這個是一個 遺傳基因上面的缺陷的話 那她媽媽的小時候 可能應該也會手指疼痛啊 或者曬太陽 結果疑問 她說她媽媽真的小時候也是那樣 那媽媽呢 就認為說 我小時候也是那樣 現在大了就跑了嘛 對不對 那她就知道怎麼疼痛 所以小時候她又用 她小時候指痛的方式來壓 對 所以可能女兒心中也就覺得說 媽媽都得過 那我這個應該也是沒有怎麼樣 而且從來不會把它跟 後來的心臟病 對 不會連在一起 那後來年紀大了就心臟病 對 因為心臟病是年齡大了就會有心臟病 對啊 心臟病 所以她又懷疑 不是 我其實我年齡不大 我年齡不大就有心臟病了 因為我要裝心率調節器 我很不甘心 我都覺得七八十歲才要裝 為什麼我現在才50 你幾歲就已經裝了 我七年以前裝的 心率調整器 心率調節器 我先想請問一下潘老師 我們剛剛看到這裡是基因的缺陷 然後是跟酵素是有關的 還出現一個我們沒有聽過 叫做融小脂 所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在這個遺傳上面 為什麼會有這個病產生 好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細胞通常都有個細胞膜 裡面有個細胞質 最後有個細胞核 那這個膜呢 主要是分別它這個細胞本體 跟外界的 這就等於它的牆壁 那這個核裡面都是DNA 這大家都知道了 那在這個細胞質的部分裡面 它有胞氣 胞就細胞的胞 氣就器官的氣 就好像說這個細胞也有一些器官 就跟人類有一些心臟肺臟 這些器官一樣 那在細胞裡面的胞氣 各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說我們經常提到的力線體 就是一個發電廠 它可以發電的 那麼其中也有一個叫做融小體的 它這個可以說是垃圾處理場 垃圾處理場 也就是說當你有外頭有個東西進來 抗原進來的時候 它跟它連上去之後 它就把它分解把它踢出去 而且如果說身體裡面不要的廢物 也可以經由融小體的酵素 將它代謝把它踢出去 所以因此在整個細胞裡面 融小體可以說是扮演一個 我想是這個焚化爐 或垃圾處理場類的這個東西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說當我們的這個基因 產生了一定的缺陷 所以使得融小體裡面的酵素不夠了 它沒有了這個酵素了 所以它對於某一些廢物就處理不了 對 就是功能不夠了 對 那這時候它這個法部瑞士症 特別是針對一個叫做GL3的指值 GL3 那因為這個 這個英文唸起來太長了 就不要唸了 那這GL3的這個指值呢 進來之後呢 它融小體因為缺乏這個酵素 沒有辦法分解掉它 就會在這邊一直堆積 就會一直堆積 堆積以後呢 就會造成這個細胞的功能的產生變化 等於說是細胞功能產生變化 然後最後功能也會喪失 對 所以問問問問問醫生 那所以這個堆積是造成疼痛的原因 是不是 這個堆積確實是造成疼痛的原因之一 那一般講 就是說這個這個神經之質堆積 它會堆積在你身體各個部分 那這邊有個簡單的圖 這個這個就是說 就是說這是剛剛潘老師講的 這GL3 這GL3 那它沒辦法代謝下來 所以說就大量的GL3 在這邊的GL3 大量堆積 就造成你的細胞的 細胞的破壞 那為什麼是有的時候痛 有的時候又不痛 所以這個 太陽光照下會痛 然後平常又不痛 對 當時說這個 我們在醫學上大部分都是 觀察臨床上有這個現象 那但是為什麼 其實沒有人非常的清楚了解說 但是問題大概可以知道 就是說最近國外有在做研究 為什麼 就為什麼會有疼痛的問題 那現在知道說 就它大概就是說 它堆積在你的細胞 除了堆積在神經節裡面 那它還堆積在血管的周邊 那血管就慢慢變狹窄 那在這個時候 當你天氣有變化的時候 它就比較容易釋放一些發炎的反應 發炎物質出來 那發炎物質出來 就造成疼痛 現在大概猜測是這樣子 換句話說 我們對這個病症 可能還有很多有在研究的地方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叫法布瑞士 看起來可能是一個醫生的名字 這我猜的 法布瑞士是一個德國醫師 德國醫師 他在大約什麼時候發現這個病 他大概在一百年前 就已經發現這個病 就已經發現了 對 他當時其實最主要是 把神經疼痛跟這個皮膚疹子 結合在一起 但他那時候還不知道說 其實他會傷害你的腎臟 傷害你的心臟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可能為了紀念他 所以這個名字叫做他的病 對 常常都很多用這樣的來命名 對 一個病的名字 主要就是說我們剛剛榮小 你就是支持他代謝不出去 那代謝到其他的 就是在其他器官出現 會堆積 所以不見得是心臟 所以有其他的病症出來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哪些器官 或者腎臟衰竭問題 腦血管的話 會早期中風 單側麻痺 如果在神經系統 我們這邊可能有堆積 沒辦法代謝 就會有四肢末梢疼痛 跟這個燒灼感 出汗能力就會降低了 那如果在眼睛呢 眼睛角膜的話 就會有這個病變問題 在皮膚上面你看 血管角直流 在腸胃性就嘔吐或腹瀉 那這樣不是我們全身的器官 幾乎都會有被這個 對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你能夠想得到的器官 幾乎都會受到損害 那怎麼辦 是會同時出現還是 慢慢擴大 他有個這個 最定的病程 你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說 四肢的疼 四肢的肢關 肢斷的疼痛 他確實就像尹老師講的說 他一段時間出來 一段時間慢慢就消失了 最先從四肢 到十歲到二十歲 結果一整生都有對不對 三十歲以後可能少了 三十歲以後慢慢慢慢就變得 比較比較輕了 就是像黃色的地方 那然後 但是問題他比較可怕的 因為你四肢疼痛 只是痛而已 對 四肢 在年輕的時候 對 真正最可怕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腎臟的傷害 腎臟好像從十歲後面 對 就開始 就是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那心臟的傷害大概在三四 四十歲開始慢慢出現 對 對 所以說大概有這樣的病程 那其實還有更可怕 他還會讓你中風 對 他大概就是說在四十歲開始 就開始有 開始增加那個中風的機率 所以大家有心臟病 精神系統疾病 腎臟病 以前不知道是這方面 是法布瑞士這方面 現在知道這些原因 對 那姨女士我問你 那你神經系統 腎臟病這些有毛病嗎 我的心臟確實是 大概三十 我說可能很早就有了 可是三十歲的時候 有一次是為了要做體檢 造一個心電圖 那個技師他說 你要趕快去看醫生 這個心電圖好可怕 好恐怖 就是這樣子 那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時候才三十多歲 三十多歲 那我真正的看就是很嚴肅的 來面對心臟的問題 大概是四十五歲以後 接近五十歲的時候 因為就心跳就很慢 心跳很慢 那當然一般就是喘 或者是我最重要的就是早上 就是蠻長一段時間 早上十點 差不多起床以後 一段時間以後 就好像不太有力氣了 早上十點到下午兩三點的時候 覺得特別的難受 然後那個時候就很想說 我如果能躺在床上休息 不要工作就好了 那種感覺 可是都還是硬撐 那一直到我的心跳 真的就是非常慢 曾經出現到三十下 心跳又三十下 然後有一次過馬路 就人差不多就要這樣子了 那不是時代快停了 可是有的時候是這樣 有的時候又還好 又還好 另外就是說 像我是不出汗的人 我想是跟這個有關吧 很少很少出汗 不流汗 很少 那有的時候做各種運動 都不流汗 出一身汗 對身體很好 那我常常都很羨慕 我就說為什麼呢 我是做得不夠努力嗎 還是怎麼樣 結果現在我也知道 是這個原因 所以可能以為 以為本來以為天賦異名 沒有流汗 或者是覺得自己沒有做夠運動 對 就是譬如說是做那個什麼 就是什麼太極十八式 他們說做完以後 也會流汗的 那我經常就是覺得 我可能做得不太對 或是我做得不夠努力 還是沒有正確 其實我想不是吧 就是因為 這個法部瑞士真的很好玩 還分成典型跟非典型 那這樣以女士這個算典型 應該算典型了吧 算很典型 還有非典型的 那這是防不生防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先看一下 就典型的法部瑞士症 其實他發病時間 大概在十多歲的時候 剛剛其實老師有講了 另外發病症狀 肢體的末梢極度疼痛 跟有燒灼感 少汗 剛剛講老師 不太流汗的 腸胃道功能可能會異常 或皮膚出疹子 而且到二十到三十歲的時候 心臟 腎臟 眼睛 角膜 腦血管等 各個器官都會逐漸開始病 所以從皮膚出疹子也可以 皮膚會出疹子 看來是典型的一個器材 醫生這裡有一些照片 是什麼樣的疹子 這邊有個照片 你看到說這邊是典型的皮膚疹子 當然說這是非常 這樣是非常嚴重的人會這樣 但是我們一般在臨床上 很少看到這麼嚴重的疹子 比較常見是像這張圖的點 這在肚臍那附近 對 肚臍附近 或者說在陰囊附近 就是大概就是穿內褲的 就是內褲擋到的那些地方 比較常出現 大家會以為是皮膚病 對 很多人以為是皮膚病 沒有注意到 對 然後在配合上 神經疹痛 那就比較有經驗的醫生 可能就會診斷出來 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還有這個 像角膜或是 眼角膜也會有病變 一般來講 因為說那個神經織質的堆積 對 那它會堆積在 對 它會堆積在你的角膜 或是說你的水晶體 所以說也容易造成你白內障 或角膜 看起來會像白內障 對 看起來這樣子 對 像影女性那樣 他算心臟肥大 對 看一下這一張 就是正常人的心臟 這左心是 你看他的肌肉 就只有這麼厚 可是心臟肥大 又變這麼厚 這就叫肥大 對 那你看到 這本來心臟有細胞 叫心肌細胞 心肌細胞 心肌細胞裡面有 GL3的這個脂質堆積 就變肥了 肥油都堆在裡面 所以它也是GL3堆的 對對 那因為GL3 是屬於脂肪的一種 所以就等於堆了肥油在裡面 所以肥油堆下去 它就肥胖了 但是重點是肥胖不打緊 是功能不行 功能不行 功能不行 所以它就會亂跳 或者不跳 它功能不行 亂跳或不跳 所以要心肌調整器 它要不跳的時候叫它跳 它要亂跳的時候 叫它別亂跳 對 沒錯 這樣子完全都了解了 好 那非典型又是怎麼樣呢 對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 廣告回來為大家介紹 非典型的法部瑞士症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好 我們關心到這個法部瑞士症 它有典型跟非典型 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看 在非典型 它又有什麼樣的症狀會出現 我們看發病時間 跟典型好像時間上 就有拉開滿遠的 我剛剛是十歲 它這四十到五十歲 就是中年以後 它會發病 那但是也有三十歲 就有發病的案例 那發病特色就是說 通常疼痛症狀不明顯 有顯著的單一器官的病變 好 那發病症狀 包括你心臟變異型 有胸悶 胸痛 心事也會有肥大的問題 腎臟型就這個蛋白尿嘛 腎功能指數會有問題 然後腎衰竭 中風 應該是中風型嘛 對不對 通常中年之後 有可能會就面臨到中風的危機 對 那牛醫師我問你 那這樣非典型看來 就更難診斷出來 它是法部瑞士中 因為它四五十歲發病 發病又是心臟病 腎臟病中風 那這些人不就是 中年人會常有的疾病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 就是說絕大多數這樣子 非典型的病人 幾乎沒有醫師會想到去診斷 會想到這個 對 那我們這次發現 現在國人的發生率很高的 就是非典型的 心臟型的這個病人 他的發生率很高 那所以說當時我們 甚至去跟一般的醫生講 大部分醫生都還不相信 說怎麼可能 說我從來沒聽過這個病 怎麼會造成心臟肥大 那所以說就變成說 我們現在撤了以後 才發覺說全國的心臟肥大的 當初我們現在大概做了 在做這樣的篩檢 心臟肥大的人 那現在至少做出來 大概百分之十的人 是這個原因造成的 這麼高喔 那所以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 如果沒有診斷出來 就比較不容易對症下藥 對 因為說這個病 沒有診斷出來 那他沒有對症下藥 那時間久了 那你的心臟就開始結疤了 結疤所以說 因為他太大了 然後開始我們所謂的 氫維化 那氫維化以後 你再開始治療來不及了 因為那個氫維化 你沒辦法再讓他消了 那就是說 就像是你有一個喪疤 那這個結了一個疤在那裡 那你現在用什麼藥 他那疤不會消除 因為你用手術 那所以你心臟裡都是疤的時候 那你再用藥下去 你雖然肌肉水被你清掉了 但是你那疤都還在 所以那心臟就沒辦法復原了 對 所以我們強調說 要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所以就變成說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你心臟稍微有點肥大 你大概就可以篩檢一下 有沒有這個基因突變 有沒有這個消除的問題 做一下這個篩檢 對 那這樣的話知道了 如果心臟有肥大的話 那今天想到有這個 對 如果是的話 你可以趕快接受治療 那像影女士這樣子 算及早發現了嗎 還是算晚發現 因為比較晚了 算晚了對不對 對 因為心臟的腥微化已經開始了 對 那所以說 因為連那個結率器都裝了 那所以說根本就已經比較晚了 那但是問題是還是得治療 因為你不治療 它會很快的惡化下去 因為它一直在堆積會更嚴重 那影女士如果及早發現 譬如說它那個時候四肢疼痛了 是現在 對不對 那它的那個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的 青春年華會跟你一些不一樣嗎 它會不一樣嗎 當然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其實在疼痛那時候 就該治療了 如果那時候開始治療 它就不會痛 就不會有其他病症出來 就不會痛 然後心臟也會肥大 對 就可以 那症的心應該介紹 對 就完全可以正常 這個確實是科技的發達 要感謝科學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就是說 它的基因缺陷主要是一個孝數沒有了 那你現在因為科技的發達 我們把這個孝數送進去 送到血液裡面去 就等於它有了 所以這個人等於正常了 你只要乖乖的過去打 每兩個禮拜打 它就是 孝數就是正常 對 那就是正常 那正常的情況下 就等於你沒有缺陷 那沒有缺陷的話 全身的功能都不會退化 就快快樂樂活到一百二 是 對啊 那你如果說 像剛剛劉醫師講 就是說 你如果說像那種非典型的 到四五十歲才突然發病的時候 那心臟肥大就像雅芳講的 這四五十歲就是心臟會肥大的時候 那你找不出原因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惡化下去 最後只有喚醒 找不出原因 最後就只有喚醒 甚至心臟得不到就只有去世 那現在他發現還是好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再繼續惡化 所以他現在裝心臟節律器之後 還是一樣可以活到一百二 因為裝心臟節律器的 包括很多的名人都有 我不好意思點名 那好多名人 在檯面上的名人 也有人裝心臟節律器的 那這樣子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我一開始就問的問題 對 你的問題可以拋出來了 就是那個啊 就是我那個 我們那個新聞同業的太太 她是檢查了三次篩檢 因為現在聽說是新生兒篩檢 他們有免費的對不對 他去篩檢 篩檢一次兩次都是疑似陽性 那第三次又說指數正常 現在我就要問了 大家要相信哪一次 因為這個病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大家會很擔心 對 所以說現在就是說台灣 有在做這方面的新生兒篩檢 那新生兒篩檢 其實當我們可以看到說 新生兒篩檢是做小朋友的血片 就是說用竹根血來做血片 但必定血片做的方法 他不像說我們抽血這麼準 所以前面兩次疑似疑似 就是說他可能撤起來 消毒核心比較偏低 那所以他會說 找到醫院來做確診 那到醫院是我們是抽血 還要做基因檢查 做消毒檢查 那這樣的話那就是確診 那所以說 確認正常就正常 對 就是說在醫院做正常 那就正常 所以就不是這個 對 要相信醫院 了解了 像你看尹女士一樣 我覺得尹老師這樣 真的從小 比如說你腳痛或什麼的 真的會被家長誤會為 因為現在也有什麼 竹底肌膜炎 痛風 會以為是某方面的 會誤會到別的 那就沒有辦法對症下藥 對 就是醫藥的一種名字 所以當時如果是打的是酵素 不是維他命B群 可能就好 真的B群是完全沒有用的 但是酵素是最近 這幾年才研發出來的 所以這個整個酵素的發展 其實是一個人類非常大的突破 這怎麼講呢 說現在其實是有兩種 酵素可以接受治療 那現在就是說 這邊 現在是有兩種酵素 兩種 對 但製造這個酵素 其實是一件 是個非常非常新的一個科技 那為什麼 就是說因為在以前 我這邊有張簡單的圖 在以前大家認為說 我補充酵素就好 這個圖是這裡指的是酵素 我補充酵素就好 但問題是補充酵素 發覺這個酵素 怎麼樣都不進到融媒體去 那根本就不發揮作用 所以說後來科學家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酵素上面 它要加上一些 一些所謂的 我們這個signal 就是說這些一些標誌 那他加了這些標誌以後 這個酵素才能進到我們的融媒體去 那所以說就變成說 後來科學家就加上了這個標誌 那所以這個融媒體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沒有加上signal的酵素 就沒辦法進去 那加了這個signal 這邊有長長這一條 它就開始可以跑到我們的融媒體去 那這個才開始治療 所以這個是最近這個 在科學上很大的一個突破 就是因為科技的進步 然後發現這個現象 然後才開始可以治療 所以現在用這個酵素的話 就可以治療 但是看這樣會不會 還是沒有辦法根治 因為是基因的遺傳 對 那這等於根治了 你其實要打釘就等於根治了 因為你沒有辦法那個 那就他就不聰明了 就像潘老師這樣講 不過剛剛影女士 這個影老師的故事 有一點蹊跷 什麼蹊跷你知道嗎 是他媽媽小時候有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到 然後是他媽媽教他說 用這個案的方式 為什麼不是爸爸 所以是不是這個基因 是怪媽媽這邊 還是怪爸爸這邊 他是帶在性連染色體 就跟性別有關的染色體上 那性連染色體 如果男生是XY 在女生就是XX 那這一個基因 剛好是帶在X的染色體上 所以男生先天只有一個XX 染色體 然後女生有兩個XX 對 所以女生如果有一個壞掉的話 還有另一個可以補充 對 所以女生只要一個壞掉 他可以是代緣 如果兩個都壞掉了 就發病 對 那男生比較累一點 就是你只要有一個壞掉 就發病 發病 沒有代緣的問題 就發病了 因為他沒有人可以補充 男生 對 所以這張圖板上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爸爸是發病的爸爸 但他可以不知道是這個病 比如說他腳痛 然後曬太陽會更痛 他不知道是這個病 對 他代緣 不是 他發病了 他發病 然後但是他不知道是法部瑞士症 所以他跟一個女孩子結婚了 對 結婚之後 男生一定不會有 為什麼 因為要是男生 就一定要拿到他的Y 對 一定要拿Y 所以他永遠拿不到這個壞的 對 所以男生一定都正常 對 所以說爸爸是發病的人 發病的人 他的兒子絕對全部都正常 絕對沒有 全部都正常 然後呢 但是呢女生呢 就有可能代緣 這個 因為你看看 就一定代緣 因為有一個一定要從爸爸來 從爸爸來 就一定代緣 一定是變代緣 XX 一定都代緣 所以這就是爸爸的地方 但這個要特別補充 這個病比較特別 他是X染色體 性連遺傳的顯性遺傳 就是說連女生都會發病 就是代緣也會發病 就像尹老師這樣 他是女生 代緣也會發病 但他 但女生發病的比較輕一點 比較輕一點 他就是他另外一個X 另外一個X還可以 對 他有另外一個X 可以保護一點 還會補一點 那如果是媽媽 那如果是媽媽 就媽媽就好 你看嘛 如果媽媽 假設他不是兩個都壞 他只是壞一個 因為剛剛劉老師 劉老師 劉教授 有提到就是他是顯性的 所以有一個就可能發病 只是發病的可能比較輕微一點 對 那但是爸爸因為是正常 所以生下來的這個小孩子 這個男生就很擔心 因為男生有一半的機會 會拿到媽媽的這個壞掉的X 對 所以拿到媽媽壞掉這X 就一定發病 對 就一定發病 拿到媽媽正常的就是正常 但是女兒來講 女兒就是要看是拿到媽媽壞的 還是拿到媽媽 一半一半 他的X來自媽媽 看得到壞了還是好的 他是會遺傳的 那如果說 你剛剛講說打孝孤之後 他會根治 是不是 那如果根治之後 他還會還是會 下一代嗎 還是就不會再遺傳 會會會遺傳 這會遺傳 當然說這個是一個 所謂的根治 是看你的定義 那因為說 說你打了 你是要長期補充下去 你讓你的器官不要受損 那但是問題是說 這個疾病 他當你帶這個基因 他是永遠帶著這個疾病 因為你的基因沒有修補 但是說會不會往下傳 那但是問題是 雖然會往下傳 但是現在新的科技 可以完全 就是說可以 可以阻斷這個 這個遺傳 因為你可以做產前檢查 你可以做產前檢查 那現在更新更進步的 就是說可以在受孕前 就做個檢查 就是說你可以找一個好的推胎 然後再植入 那這樣的話 根本就可以避開說 說說一般人說 楊莫酸自到四六多 還要再怎麼樣 對 那以女士很抱歉 那我就要問一點隱私了 那你們家是來自爸爸 還是來自媽媽 應該是 我們這樣想應該是 因為我父親沒有篩檢 我沒有去讓父親篩檢 我們想是應該是母親吧 是媽媽這邊 母親有篩檢過 他確實是 而且剛剛說媽媽小時候 他也是有那個十字 所以是媽媽家族這邊 對 幾乎都有這個毛病 對 心上肥大 那我們也設想 那是我啦 那是國 設想可能是外公吧 外公給媽媽的 如果這樣子的話 對對對 沒錯這樣推起來 可能因為外公很早很早 又去世了 我們也 大概三十幾歲吧 他三十幾歲就過世了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家裡面的小朋友 太陽曬了腳會痛 什麼之類的 腦筋要想到說 搞不好是這個病 沒錯沒錯 今天今天的重點就是在這裡 就是這是最大重點 就是大家不要看完以後 就這跟我沒關係 就叫做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叫做 就是很小的東西 你注意到可以救一個小孩 一輩子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所以醫學嘗試 而且就是說你不一定是 在你的親戚當中發生 你在朋友當中發生 你有這個嘗試 你就馬上就去 這是我們健康同學會 最大的目的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 這麼很努力的 把劉教授請來 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在早期發現 你不僅幫你的家人 幫你周遭的朋友 來做這樣的一個東西 他去檢查 加匯他一輩子 對 沒錯 那小朋友可能後來 就不會有這麼多器官的病 沒錯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救了他一輩子 那像尹老師這樣發現 也不算太晚了 救了後大半輩子 對不對 至少讓我感覺上 那個纖維化的過程 可能會緩慢一點 對 沒錯 因為我生命當中又產生希望 對 還要特別補充一點 就是這也是我們今天 來特別的重點 就是說 不只小孩子 就是你如果四十歲 開始心臟肥大的人 因為這個基因 在中國人太常見了 所以說心臟肥大的人 一定要去篩檢一下 要篩檢這個 因為有十分之一 非典型的 非典型的 對 十分之一 所以搞不好 我也要去檢查一下 你有肥大問題嗎 沒有啦 但是我有高血壓 我不曉得 沒關 沒關係 因為他剛剛有典型跟非典型 不過我們等一下回來之後 除了告訴大家 這個怎麼樣去預防之外 其實我們看不同年齡 還有不同症狀 不同年齡症狀不同的要了解 不同年齡有什麼症狀 然後我們睜大眼睛來看一下 廣告之後再告訴大家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好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法布瑞士症 不同的年齡它是有不同的症狀 那你要對症或是及早來做一些預防 好 兒童期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症狀 就是我們的肢體的這個末端 感覺會疼痛異常 而且流汗也會覺得 常常會怎麼樣 莫名其妙的 對 沒流 或者說眼角膜有異常 反覆性的發燒 冷熱難耐 精神或是影響到社交一些問題 因為前面所造型的社交問題 好 這是兒童期的時候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青春期 你看它這個問題 就比較多大九項的症狀 包括了腸胃道的異常 皮膚出疹子 剛期一些這樣 我們剛剛看過 對 它也會有忍熱難耐的問題 當然最後就導致這個 你看眼角膜 枝端 流汗等等 反覆性的發燒 也有精神社交的問題 好 再來就是 如果是年紀大一點 成人的時候 你看陳天祺 他的狀況就比較多一點點 包括生功能異常 還有腦部神經系統 後遺症 心臟問題 腸胃道這都有 疲倦 還有肢體疼痛等等 流汗 也就是說它是堆積的 那個小時候是這樣 然後到了青少年 又多了一些 到了大了以後 又多了一些 這些器官出來 它是一直都存在 對 它是這種 精神是越來越嚴重的 對 尤其對我們重大的器官 是越來越嚴重 傷害越來越嚴重 所以這樣非常小心 所以可以講說 它叫做進行式的疾病 就進行式 它一直在進行式的 那這種進行式的疾病 就是很危險 因為它越來越嚴重 這時候我們要阻斷它 要阻斷它 所以你確診之後 用藥就是阻斷它 雖然你沒有辦法 改變它的基因 但是你阻斷它了 所以這個疾病 等於停止進行 那就差很多了 我們剛剛也有聊到說 這一瓶酵素 一瓶二十多萬 十幾萬 十幾萬 一瓶十幾萬 那這樣很貴 對啊 它兩個禮拜打一次 那按照體重打嘛 所以有的人體重 比如稍微大一點的話 可能要達到三瓶 所以一次的藥價 就可能要三四十萬 那這健保要給付才行 現在已經給付了 但是因為 已經給付 但是因為雖然它單價高 但是因為得這個病的人 沒有那麼多 因為是罕見疾病 所以國家還負擔得起 對不對 剛剛劉教授講說 現在目前中華民國 全國是五十個人 五十個人有在用 但是沒有發現很多 看過我們節目以後 對 沒錯 不是代表全國只有這五十個 對 所以包括像剛剛醫生講說 如果心臟肥大的話 就要注意是不是 他就是剛剛回到最源頭 就是小朋友如果他身體 真的在肢體上面 有一些這個疼痛的時候 你就不要輕忽了 對不對 因為不可能沒有原因 四肢就疼痛 不能太陽曬就疼痛 對不對 他好像是健保給付 你知道台灣有三保是什麼嗎 哪三保 健保 老保 吃到飽 真的假的 最後一個最好 吃到飽 健保 老保 吃到飽 就是比較兜趣一點 對 沒錯 好 節目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請潘老師告訴我們 保健師想聽你 好 重要的事情還是要再重複 如果四十歲 你是四十歲以後 才出現心臟肥大的人 麻煩立刻到台北榮民總醫師 做篩檢 做篩檢 你要不做酵素活進篩檢 跟基因分析 就馬上可以知道了 那知道之後 你的心臟肥大的這個進行式 就從此停止 過著快樂的日子 那如果說小時候 就有所謂的 這個手腳有疼痛 稍左感 在太陽下比較疼痛 再加上一個少汗症的 那雖然現在你還沒有 少汗症 如果雖然你現在還沒有去檢測 也要趕快去檢測 因為就是可以像我們的理事長一樣 在早期 在沒有裝心臟節律器的時候 就可以阻礙他 那另外最後強調是 如果你已經發現了 你是法部妥事證 那麼但是你可以生小孩 但是要做篩檢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要生小孩的時候 要做篩檢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後代的 這個問題全部解決掉 可以太檢測 就是為了子子孫孫 為了子子孫孫 你一定要去檢查 那檢查出來之後 你還可以做篩檢 你的子孫就永遠不會再用 這很重要 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說 我現在非常悔恨 為什麼 因為我在學生時代 因為我的一個同學 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家很有錢 我還記得 夏天六七月很熱 到他們家去頂樓打撞球 我們大家都穿短袖 他還穿夾克 他還穿夾克 我說你怎麼 他就不出汗的 不出汗然後怕曬太陽 然後就是人的就是 搞不好是不是這個病 對啊 法部瑞士症 三十幾年前了 我現在不曉得她 是不是還在活著 我真的不知道 這悔恨了 趕快篩檢一下 沒錯 搞不好幾乎篩檢 那你知道 淫女士我們一開始有介紹她 她是法部瑞士症協會的理事長 這個才剛成立 謝謝 我們在二月十九號成立 法部瑞士症協會 那我們的那個聯絡電話是 二七八九二一六二 二二二二一六二 二七八九二一六二 那我們這個協會的成立 一方面是說為了我們病友們 大家彼此的鼓勵支援 那我們也特別願意就是宣導 讓更多的那個社會大眾 對這個疾病有一些認識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那正確的認識也可以知道 我們有這些病的人 也不是可怕的 我們還是有相當多的那個能力 可以奉獻給社會的 就是這就是一個宣導的一個目的 對 沒錯 所以打電話可以詢問 對對對 二七八九二一六二 打電話問牛醫生可能太忙了 先問這個病友 對 先搭一個這個學會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節目時間沒有那麼長 所以我們大概簡單了解 細節可能還要打電話 去學會問一下 非常歡迎 然後這個篩檢也很重要 那目前的篩檢有榮總 對 兩大的這個小型院 對 那委員醫師 那我們現在新生的都有篩檢這個 這個項目 其實因為現在是自費的篩檢 自費篩檢 但是台灣的父母都很認得 新生的自費是自費的 所以說自費篩 因為錢很少 大概一百五或兩百 所以說一般的家長都不知道 他自己就做了 這樣 可以篩一下 對 沒錯 所以今天了解這個病 實在是很珍貴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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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傑